三年后明左的差距竟然比右放的水还深 根据官方者之书给出的数据 此时左柱的综合评分已经来到63分 而明人只有52分 要知道作为者之书评分最高的右野才71 面对新帝七般的包夹 左柱一招千鸟流就瞬间制服众人 可明人在不爆发九尾之力的情况下 在都面前依然跟个小鸡仔一样 左锦受到团葬的指示 来大蛇丸基地暗杀左柱 谁知刚一照面 就被左柱的幻术吓出一身冷汗 好在左柱的眼里只有复仇 对其他事情不感兴趣 他立刻叫上大蛇丸陪自己去训练 而都则是安排左锦住下 与此同时 明人一行人也循着踪迹抵达了基地外围 大河利用木盾打出了个地洞 秘密潜入基地内部 很快便找到了左锦的住处 明人质问他团葬究竟有什么阴谋 可没想到 左锦竟然毫不隐瞒地将计划全盘拖出 原来团葬想要联合大蛇丸摧毁木叶 之后再以救世主的身份重整旗鼓 将木叶变为自己的木叶 他提醒明人不要试图对自己使用嘴盾 因为他是个默的感情的杀人机器 但小鹰却不以为然 从他随身携带的那本哥哥的画册来看 左锦并没有舍弃所有的感情 下意识地保留着身为弟弟的那个身份 而大河也说出了画册背后的秘密 原来身为暗部跟组织的成员 都要进行类似血雾之村的生存试炼 只有互相杀戮活到最后才能通过考试 而左锦最后的对手就是他的哥哥 可左锦下不了手 他的哥哥也因病去世 画册到此戛然而止 为了安全起见 众人将左锦绑到了基地外 明人也从刚刚的线索中 找到了嘴盾的突破口 他告诉左锦 自己与左柱正如他与他的哥哥一样 有着那种不是亲人 却胜似亲人的羁绊 左柱是精英而自己是万年的吊车尾 但他却是这世上最认可自己的人 是不惜舍弃自己的生命 也要挽回的朋友 明人的肺腑之言 深深触动了左锦 就在这时都突然出现 他挺身护在左锦身前 与心地七斑交战 而明人也早已用影分身 搓好了螺旋玩像兜杀去 谁知兜微微一笑侧身避开 转身就是一脚踹飞影分身 明人见状召唤出 更多的分身包围兜 可三年的时间 除了这无敌的嘴盾外 明人的实力基本没有提升 三年前不是兜的对手 三年后亦是如此 反倒是小英配合大和的目盾 对兜产生了威胁 都解除了左锦的束缚本想逃离 谁知左锦竟然反手制住了他 大和用目盾将其捆住 并召唤出目分身摊手 就在这时爆炸突起 硝烟散去后 二柱子就这么闪亮登场 心地七斑令他有些感慨 但对右的憎恨瞬间 冲刷了那短暂的迷茫 他一个顺身来到明人跟前 随后抽出腰间的草屉剑 毫不留情地刺向明人 左锦赶忙上前阻拦 大和也趁机发动目盾 谁知左锦的周身被无数闪电包裹 他的千鸟流弹开了 两人跟大和的目盾 看着倒在地上的明人 小鹰决定亲自出马 将查克拉凝聚在右手冲向左柱 谁知左柱毫不犹豫拔刀相向 大和意识到不妙赶紧出现在两人中间 想用苦无抵挡左柱的攻击 怎料左柱的草屉剑 竟然是雷电幻化无法防御 大和的左胸就这么被刺穿 身体也逐渐被麻痹 监视兜的目分身也就此消散 就在这时 明人体内的九尾开始蠢蠢欲动 他不断劝说明人借用自己的力量 这样就能击败左柱将其带回木叶 可明人因为之前误伤小鹰的缘故 已经不打算再使用九尾之力 就在双方争吵之际 左柱居然鬼使神差地进入了明人的意识之中 一把捏爆了九尾的残像 这让九尾不禁感慨他就是下一个语之波半 但他同时也警告左柱不要杀死明人 否则后果自负 回到现实世界 大和趁着左柱愣神的践行 使用木盾木定壁想要捆住他 好在左柱及时反应破壁而出 随后居高临下俯瞰众生 无论明人如何苦口婆心地劝说 大蛇丸只是在缠他的身子 可左柱依然无动于衷 只要能完成复仇 这条命给大蛇丸又何妨 严毙 左柱就准备用大招做个了断